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积电最新芯片技术的实生产预计最早要到10月才会开始 但就在日前 台媒突然爆出 台积电计划下周开始试产2nm制程 比之前计划的时间点提前了整整一个季度 这将是既该公司一年半以前量产3nm以来又一个关键节点 台积电子翻2nm工艺的优势在于其首次引入了GAA全环绕山极晶体管技术 这是一种全新的晶体管设计 旨在通过更小的制程节点实现更高的性能 据台积电透露 GAA技术的失产量率已达到目标的90% 这标志着2nm工艺已有实质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 从相关报道看到 苹果将爆下台积电首批的2nm全部产能 台积电目前仍然是唯一能够以苹果要求的规模和 质量制造2nm和3nm芯片的公司 对于其3nm芯片 苹果预定了台积电所有可用的芯片制造产能 并且台积电计划在年底前将该节点的产能增加 两倍以满足迹增的需求 而苹果预计在2025年推出的A19处理器将迈入2nm时代 因此这一技术在iPhone17系列中首次出现的几率非常大 以3nm相比 预计2nm同功耗下性能提升10% 同性能下功耗降低25%到30% 话说台积电这次是提前试产 这其中有台积电自身进度超前的原因 但同样也可能是迫于竞争对手的步步紧逼 随着7nm以下先进制程的成本越来越高 性价比降低 手机AI等行业用户对更先进制程的兴趣并不浓厚 像台积电3nm目前只有苹果一个大客户 就连AI巨头英美达用的主要也是4nm 因此台积电放出提前试产2nm消息 很可能也是为争抢为数不多的2nm制程客户做准备 没错台积电也要争抢客户 因为有不止一个芯片巨头再布局2nm 并且各个实力雄厚 就在上个月 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宣布 如期实现Intel 3 类似3nm制程的大规模量产 这虽然比台积电3nm量产的时间晚了一年多 但按照英特尔技术路线图 该公司也准备在2024年下半年生产Intel 20A制程 相当于2nm 节奏几乎与台积电保值一致 在14nm上极压高多年后 英特尔最近两年在先进制程上持续发力 买了单台3.8亿美元的最贵的高数值孔径UV光刻机 并且在台积电 三星主导的芯片代工领域雄心勃勃 去年3月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宋基强称 该公司正通过4年5个节点的计划 加速推动摩尔定律 相信到2025年 英特尔能通过Intel 18a 相当于1.8nm节点 重新拿回制程 晶体管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 届时英特尔将开启半导体的艾米时代 韩国三星同样是2nm的竞争者 在3nm量产两年后 三星在7月9日宣布 将为日本人工智能公司PFN代工2nm制程芯片 用于PFN的高性能计算硬件 以构建大语言模型等 在一些行业分析看来 这份合同则代表着三星对台积电视场主导地位的冲击 甚至有可能改写格局 但三星棘手的问题是良率 今年2月韩媒甚至还传出 三星三纳米两绿为零的惊悚新闻 从今年一季度全球芯片代工市场的竞争来看 三星的氛围依然徘徊在13% 远低于台积电的62% 中芯国际以6%排在第三 另很多人难以想象的是 离开现金芯片制造多年的日本 也想在2nm时代追上来 就在半个多月前 日本政府支持的Rapidus宣布 该公司的2nm制程测试工厂将于2025年4月启动 这家公司还得到了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信IMEC 以及美国IBM的支持 试图在未来缩小与台积电差距 不过话说回来 尽管巨头为2nm展开了竞赛 实之为战略竞争 但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把昂贵的芯片卖给谁 去年底 半导体研究机构IBS发布报告称 2nm制程的制造成本将比3nm制程上涨高达50% 导致2nm晶圆的价格将达到3万美元每片 而3nm制程的成本已经比7nm上涨了一倍 该机构估算 建造一座月产能5万片2nm晶圆的工厂 大约1280亿美元 3nm为200亿美元 在摩尔定律方缓的背景下 制成为缩带来的性能提升不再可观 那么谁愿以为高昂的成本买单呢 从技术路线上看 三星计划明年开始将2nm工一大批量用于移动营用 2026年扩展到高性能计算芯片 2027年进军汽车芯片 而台积电计划在明年前量产2nm芯片 苹果依旧是首个尝鲜的客户 业界层猜测 由于三星比台积电更早采用GAA技术 加持其在抢夺订单方面的先人一步 可能会在2nm的竞争上占据上风 不过从目前三加代工具头在3nm制程的竞争格局来看 台积电已经拿下苹果 英伟达 超微半导体等七大客户 产能供不应久 日前已经确认涨价 英特尔三纳米代工工艺Intel 3的产能 有一部分供给自家芯片 规模虽不敌台积电 但业务线也能够跑起来 相比之下三星电子正陷入缺少大客户的尴尬境地 据香港大学ICB科系副教授李慧慧分析指出 三星准备在2nm工艺上一折扣价吸引客户 尤其是高通的订单 但更微妙的是 目前的情况是 三星与PFN合作 而台积电稳稳抓住苹果的订单 而高通则同时向台积电和三星 委托了2nm芯片的开发和市产 虽然高通在2nm支撑上的态度模糊 不过该公司在3nm支撑方面的态度是明确的 据韩国媒体报道 近期 谷歌和高通因三星电子3nm工艺的量产量率 以及能效问题 将代工订单转交给台积电 分析称 尽管三星电子尤其重视控制功耗和发热 但是用其3nm工艺制造出的芯片 性能仍比台积电低10%到20% 可见 在2nm赛道的竞争中 三星电子虽然抢到了早鸟订单 但是否能够赢得大客户的青睐 还有待观察 但短期看来 台积电没对手 从目前规划来看 高通将在今年下半年 推出新款旗舰手机处理器骁龙8GN4 预计将采用台积电改进版3nmN3E制程 联发科手款3nm期间预计同期亮相 台积电和三星早就量产了3nm 直到今年下半年才开始用 显然对2nm也并不积极 预计明年安卓旗舰手机市场 仍然是3nm处理器为主 这也意味着 明年台积电即便量产了2nm制程 大客户很可能仍然只有苹果一个 长期也来 苹果一直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 去年几乎占了台积电营收了1⁴ 断层领先天二大客户 英伟达占比约11% 而且苹果每年的高端旗舰机 成为了台积电最先进工艺应用方 和最佳的营销伙伴 外界已经形成了 iPhone Pro Xnami模式 推断台积电工艺推进节奏 之前台积电3nm工艺 一类曝光层数导致的成本问题 拖慢了iPhone Pro版本上市时间 一度被外界嘲讽 这次台积电宣称2nm制程 市场时间比喻期提前 也是一种营销 不过肯定吸取了3nm的教训 2nm用了nino sheet架构 其经体管密度 性能 功耗等比3nm工艺提高多少 还有带个种评测机构的检验 销先进制成时必然要花更多功夫 甚至不惜制造更多nm谎言 至于消费者是否愿意未曾买单 还要看最终的市场反馈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台积电提前市场2nm有什么看法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